嘶 Share Story Hello 大家好 今天會和大家追蹤一下MIRROR的近方 在4月30號就是MIRROR引氣王姜濤23歲的生日 為了響應偶像呼籲造善治 姜濤香港後援會是特意在銅鑼灣王室堡 以及尖沙咀The One 由22號起舉辦為期一個月的 22加1姜濤的慈善二賣活動 而在兩個慈善限定店的主題和他們售賣的精品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 而所得的收入和扣除成本之後 就會捐給不同兒童的無小孩 或者一些弱勢社群有關的慈善機構 率先帶大家看看兩個慈善限定店 共有11個打卡位 以及即將開賣的部分精品 提提大家進入慈善限定店的時候 購買的產品是有人數限制的 必須要輪流派銷 而派銷時間在早上的8點開始 所以大家進入去的時候 就要留意派銷時間 看到整個限定店中央有一些籃球 其中一個是姜濤的卡通板 拿著籃球的一個公仔 另外後面有一個比較大的背景 有姜濤的樣子 另外前面在整個展覽或限定店 前面有些地方可以讓觀眾去坐 其實未開的時候 已經有不少的人在那裡拍照 打卡的 旁邊有一個pop up store pop up store 裡面可以賣各種 有關姜濤的一些精品 或者卡通等等 但是就因為可能怕人太多了 可能到時就逼爆了 所以其實都要排隊拿籃球 然後就可以在那裡買東西 可能買東西的數量都是有限定的 可能只可以買一個公仔 或者每人可以買幾個公仔 那就有限定 看到不少是有些燈 寫著是master class和姜濤 姜濤可以在這附近打卡或者拍照 另外也有一個位置 就是姜濤的魔法鏡中鏡 相信可以看到不少有趣的玩意 比如說可以買一個關於姜濤的foam case 又或者是卡通姜濤的公仔等等 其實都可以在pop up store那裡見到 相信第一天應該是很多人 看到有毛巾 phone case 又或者是公仔 杯都有的 相信有不少的姜濤 都應該是非常之興奮 很想快點去買到 甚至是有遮瑕 有一些眼罩 這些精品都是非常之吸引 而且我覺得設計也是很漂亮 所以姜濤去到應該是極級興奮 令到我也非常想去看一看 說完姜濤之後 我再說說MIRROR的其他成員 就是AK 其實AK最近和Tiger和Lokman 主演ViuTV的新劇 叫死角 原定在2月底 然後至今個月正式開始開拍 AK也在劇集開工了十幾天 昨天播放6點的時候 他更是現身在觀塘海賓一擺 拍攝一場激烈的拳賽氣氛 應該都非常之令人期待 因為其實好像以拳擊為主題的電視劇 其實也是比較少的 在現場大概是接近有1000人參與拍攝 三子更加是出動她這些真的鏡粉 去嚇穿這些演員 當時AK在擂台上赤裸上身 爆肌出戰 台下空洞尖叫 見到AK在擂台上非常勇猛 而且也是主動出擊 另外見到Lokman和梁祖堯都有份演出 未知他們的角色是什麼 但見到 講到氣氛的時候 AK算是第一次上擂台 在晚上7點左右 三子和劇中的主要演員 梁祖堯、蘇麗珊和林海玲 都陸續到場 當AK赤裸上身上陣的時候 一身非常滑爆的肌肉 令到台下的粉絲尖叫 現場是熱血沸騰的 經過一場的 經過一輪的激戰 AK在之後是逆轉性的 劇組在戶外搭建一個大雷台座場景 吸引了不少的圖人都注目去圍觀 期間更加有警員上前了解 AK、Tiger和Lokman拍攝完賓之後 在台上開刊感謝Fans 轉演出 也走到台邊和每一位台下的Fans大合照 整套劇 就拍到凌晨12點左右 Fans完成了他們的氣氛之後 都陸續離開 有一部分就不願意走 劇組也讓大家繼續留下來看偶像拍戲 事實上AK是拍到清晨7點天亮才下班 他也發文感謝到場的Fans Fans也有轉發指 老闆最辛苦 事實上看到有 有些Fans可以參與自己偶像的演出 而且是真的可以看到自己偶像很辛苦 可以看到他真的 從六點拍到七點 十幾個小時 其實過程又不可以睡覺 又不簡單 我覺得Fans可以參與自己偶像的活動 其實是一件挺有意義的事 因為可以看到偶像的演出 還有他們拍劇 其實有很多辛酸的事情 不太簡單 你要捱奸底夜 又或者要配合場景 所以我覺得做一個演員 其實真的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另外分享另一則的娛樂新聞 Dear James 是經營內地TVB和合辦的節目 《聲聲不息》 令人非常疑惑 首先《聲聲不息》 是近期TVB熱話節目 事關這個節目 由王祖蘭擔任首席創意觀之後 第一個不想跟內地電視台合辦的節目 參加《聲聲不息》的歌星陣容可以說是豪華級 因為除了李克勤、楊千華、炎明熙、林曉峰、珍比特等等的香港歌星之外 還有李健、李敏、周筆唱、劉昔君等等的大陸歌星 所以說都有值得令人期待的地方 但最近《聲聲不息》的官方微博上 公佈了最近一系列的宣傳海報 用了比較代表香港街道為背景 還有海報下寫了一些經典的歌曲、歌星的名字 當中包括有張國榮的《善女幽魂》、《我要逆風去》、 陳奕迅的《時代曲》 有不同這些很有名的歌曲 其中包括是Dear James的《那女子得我共你》 但未知名單上的歌星 陳奕迅、陳惠嫻和Dear James等等 是否真的會現身在節目中 或是參與一些歌星的演唱等等 但看到有個歌曲的名單 看到這次也應該有不少的人會去參與其中 甚至是會看這個節目 亦有可能是有一些歌手的演出或翻唱都未定 但事實是怎樣就不知道了 因為有些歌曲很多時候都有版權 如果是要翻唱 那其實電視台就要買了它的版權 然後要有一個翻唱的版權費 但是Dear James會不會現身呢 這件事就真的未知的 可能要等播出之後 看看那個演出 或者Dear James會不會現身在那裡 今天的分享是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可以給我一個讚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也可以按訂閱和按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精彩片段 記得到我們的Facebook Page Follow我們 我們下次見 拜拜